大家好,我是蓮 我是薇薇 我們今天要去上海之巅 就是世界的第二高樓 從外灘看過去最高最高的那一棟樓 我們竟然要去它的上面那個觀景台 我們就是瘋了啦 登上雲頂 我瘋了啦 這邊看起來是不是不像外灘那樣 對,因為我很餓 所以我要先來吃披薩 現在時間大概又是下午3點左右 因為如果要去看觀景台的話 最好是在就是白天跟晚上的交界嘛 那就是大概5、6點 所以我就非常努力的撐到了現在 是嗎? 那你毫不努力就撐到現在吧 我來先吃披薩了 這一家披薩是我帶來上海最愛的披薩 這一家叫Homeslight 它有很多分店 但是我最喜歡JRULU158這個地方 因為這裡很有一種 我不知道很有活力的感覺 叢林的氣息嗎? 這裡就是有人都有很多人 然後很瘋狂 可能每個人都喝醉了吧 包括下午都有人在喝酒 反正這裡很喜歡 在威威在等披薩的同時 我觀察它的牆面發現了一個小秘密 我覺得它這個整個空間的裝潢 是按照那個紐約地鐵的地鐵路線圖去彩繪的 所以後面有很像地鐵路線的線條 然後菜單上面那個圖示 跟紐約地鐵的那個icon也很像 這邊的披薩超大一片 在邊走邊吃 這個披薩超級大 雖然已經被我吃一包 但應該可以想像 它大概就是比我臉還好大 我覺得今天好幸福喔 我平常自己吃 吃一個就飽了 現在可以買三個 今天點了三種口味 Paparani 然後 蒜味 蘑菇 跟夏威夷 我最喜歡的是 經典的這個 夏威夷是 蓮蓮喜歡吃的 吃到這個披薩 我就想到 那時候我們去紐約的時候 在路邊一塊錢 就可以買到一大塊披薩 大概是30塊台幣 現在在上海 我們30塊人民幣 才能吃到一塊披薩 那很好吃啊 是很好吃啦 這個夏威夷披薩 在有些人心裡 可能是披薩界的邪教 但是我個人 非常喜歡夏威夷披薩 我去各種披薩店 都會點夏威夷披薩 這個鳳梨一樣是罐頭鳳梨 沒什麼特別的 但是它的火腿 它是用比較厚的那種火腿塊 所以吃起來會有 火腿比較濃郁的香氣 餅皮當然不用說 烤得非常完美 就是稍微有點脆 然後有點嚼勁 我覺得蠻值得提的是 它這個外圈的部分 它外面有一點點 像是餅乾的那種脆感 像是那種蘇打餅的脆感 然後內心是非常Q嫩的 麵包餡的嚼勁 這整個披薩吃起來 完全沒有什麼缺點 真的太過癮了 我覺得它的經典口味 處理得非常非常好 就是它的辣腸跟cheese 還有那個番茄醬 就是完美融合 我一點都不會過鹹 我覺得它吃到很鹹很鹹的pepperoni 超級好吃 好幸福喔 但我想加一點辣醬 所以要拿到辣醬就拿回來辣椒粉 它竟然跟我說今天沒有辣醬 問它問它 為什麼今天沒有用完了吧 我不知道 我還加辣椒粉 感覺很爽呢 好喜歡這裡的氣氛喔 非常非常放鬆 接下來是這個蒜味蘑菇 正如其名非常的蒜味 非常的蘑菇 那除了這兩個味道之外 還多了一點點九層塔 就是羅勒葉的香氣 然後我覺得它的起司啊 這三個披薩 其實起司都算是比較內斂的那一種 主要的功能是覆蓋住這些料 讓它裹在披薩上面 吃飽了嗎 準備好去挑戰全世界第二高樓了嗎 我覺得 應該沒有什麼害怕的吧 只是118樓的觀景台而已嘛 OK啦 小case 我們現在來到上海中心大廈 就是上海之巔的所在地 這一棟中心大廈 它是世界第二高樓 然後有著全世界最快的電梯 可以秀一下 然後就到118層樓的觀景台 對雖然我們住在上海 但我們以前從來沒有去過任何觀景台 這一次也是剛好收到Catlook的邀請 有這個機會帶大家上去看一下 不然平常薇薇肯定是不會上去的 118層有時候嚇死我嗎 這邊超級多人在排隊 所以呢 大家可以先上Catlook買好票 有兩個優點 第一個是Catlook上面的價格更便宜 第二個是Catlook可以先買好票 然後你就會收到二維嘛 你就可以直接下樓然後去換票 就不用在這邊排隊了 它這邊動線規劃蠻好的 就你下車然後走過來買票 然後就直接往下走 前往這個上海之巔的入口 紫禁之巔 在B1入口處有這種自動取票機 拿到票了 跟所有的觀景台一樣 一定要先通過安檢 跟所有的觀景台一樣 都會有這種幫你拍照合成的服務 他這邊很貼心的說 會送你一張6寸的照片 然後在最下面括號說 送你6寸的綠幕照片 就是沒有合成的 好啦也是可以啦 合成的要錢啊 回家自己翻拍 然後自己用PS合成好不好 過得正受免費綠幕照片一張 我們剛才笑得超尷尬這樣 等一下就知道了 等一下就被看到了 謝謝 哇 摩天大樓發展史 我的最討厭的地方 請問你去過幾個摩天城市 紐約 新加坡 香港 上海 1 2 3 4 5 6 7 8 一半了啦 二分之一啦 之後 之後繼續努力好嗎 好 跟我一起努力好嗎 好 這邊還蠻多 然後就是摩天大樓小知識的 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除了觀景台以外 還有教學的感覺 然後我其實也是 在給自己醞釀的情緒 要去坐那個超快的電梯 世界第一款 這其實在全世界 我們去過好幾個觀景台裡面 這算是最有教育意涵的一個啦 我目前感覺啦 因為大部分都是放一些展示 但它有一些歷史的眼鏡 對 這一棟雖然是世界第二高樓 但你現在眼前看到這個是 世界最高3D打印 開始它 呵呵 呵呵 到底在幹嘛 我們剛才看了一下這座電梯 一秒鐘六層樓 這裡的整個裝飾還蠻好的 就很可愛 讓人家減緩這種可怕的感覺 就是科技 但又有點溫暖 你懂嗎 現在壓力很大是不是 每小時73.8公里 平地都很可怕 還是垂直的 你現在要達到你有史以來 除了搭飛機之外的最高高度了 超快 而且因為它中間有解說嘛 所以你一點都不無聊 你聽一聽就到了 你聽一聽就到了 太酷了 一點都不可怕好嗎 呵呵 噁明 你可以解釋一下你在幹嘛嗎 好可怕 好可怕喔 這裡真的很高耶 是全世界第二高樓 然後你就在 你是全世界在 第二高的海拔的人耶 你驕傲嗎 我好驕傲喔 好高喔 來啦 哈哈 我們現在要來領下面拍的綠木照 我們的綠木照 看起來超腼腆的耶 回家自己披 披完的圖我們放往這裡 他在一些重要觀光景點的方位上面 像什麼上海大劇院啊 東方明珠塔啊 都在玻璃上標示 所以你只要在玻璃上找到這個 你就可以去對應的窗口看 那個那一棟建築物 像我身後現在就是外灘 就可以看到東方明珠塔 還有那一堆舊銀行 那一整排的建築 結果平常看的時候 就會想說 哇那個樓好高喔 結果現在看他們 就這麼小而已 像樂高一樣 對 現在是晚上了 我們剛才在這邊 從黃昏 然後看到晚上 然後整個外灘在點燈 真的超級漂亮 在上海住久了 其實就覺得 這種地方好像沒有必要來 但是我現在這個 會推薦所有人 就是來觀光的話 一定要來這邊 因為真的非常的酷 你可以站在制高點 然後看整個上海 這裡是外灘方向 超級多人 這裡的互動真的做得都蠻好的 還有一個板板 可以讓你了解每棟樓叫什麼名字 這裡有我最愛的開屏器 人超少的人全部都在外灘那邊 那外灘的風景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開屏器 沒有想過用這種角度看它 長得完全不一樣 難怪你剛才那麼佛系 完全不去擠外灘的夜景 是不是跑來這邊偷看開屏器 我就是聽了它很久 因為我之前 就是大學的時候 然後很多時候心情不好 就自己跑來看外灘 然後就 就是你知道有一天自己 在一個上帝視角看了這一切 當年都還沒有這棟樓好嗎 那我們這次上海之店的 觀光行程差不多要結束啦 如果大家想拍外灘夜景的話 最好在開燈前 大概六七點左右的兩個小時來站位 因為如果太晚來的話 這整排窗戶全部都會站滿人 所以你完全擠不進去拍照 對但我覺得如果你不拍照 只是看看的話 其實這個景點大概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就OK了 然後真的非常推薦大家來觀光 然後特別是第一次來 就是一定要來這邊看看 然後也可以上K-look買票會超級方便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喜歡 然後按訂閱開小鈴鐺 對然後也可以到Instagram跟Fastboard去找我們玩 那邊會有更多的即時動態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臉aka高塔收集家 這座塔的價錢跟它的高度一樣高 不會,不會,不會 會不會吧 好,不用拍照 是的,我們有個快樂 然後又不是光臨 我們在UX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來吧 我們可以看到